林口北七九线道通往太平里道路两侧可以看到杜鹃花盛开的美丽景象 当地里长欢迎民众前来赏花的时候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林口北七九线道通往太平里道路两侧 一片红色粉红色及白色杜鹃花海五彩缤纷花枝招展美不生收 延绵200公尺长景象相当美丽成为当地热门的赏花景点 吸引不少人特地来此观看 在这个七十九年我们开始做这个营造 然后现在适逢三四月的时候杜鹃花盛开也很美丽 欢迎大家欣赏我们的杜鹃花 太平里长谢玉祥表示 礼办公室自九七年起在道路两旁种植了杜鹃花 每年到了三月正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 两侧花团紧簇的景象 让经过的民众都忍不住停下来拍照打卡留念 要欣赏杜鹃花的时候 我们相对的刚好是在那个马路旁边 希望大家来赏花的时候 能够把车子停在安全的地方 要注意这个来往的车辆 以车安全不要造成意外 谢玉祥里长强调 由于杜鹃花开在道路两侧 当地车流量多且速度也很快 民众欣赏花朵时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千万不要为了赏花而发生交通意外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林口采访报道